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欢迎准备收看稳超胜件节目 那目前为止这个台股的大盘 虽然都是在万点附近 来开始做出个震荡整理 但是从所谓的连续假期之后 在下个礼拜三 下个礼拜的话开盘的时间 包含从礼拜三到礼拜六 礼拜六有开盘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这个行情 有机会会在所谓的连续假期之后 这成交量人开始做出个增温 那后面你就可以看到台股 站上万点之后 还是能够持续的往上去做出个攻坚 因为目前为止肋骨人斗 它的方向是没有改变的 来看到电脑 这电脑告诉你啊 目前为止多方格局它是没有改变的 它一点都没有改变 那你就需要一个拉回的时机点 来买进你们需要的股票 这是一秒时的看法 没有改变了 你不要认为说 老师啊 涨到一万点了 涨到很多了 其实不多 我先跟你讲哦 今年的行情啊 真的非常非常的特殊啦 所以说我们可能要锁定一些高价股 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告诉各位啊 五月份的一个高价股 目前为止 我们打开了中间这档股票叫308的联雅 目前为止还有指标股跟所谓的波段股 还没有打开 我希望你今天看到节目的 你能够把握一个最后的一个机会 打电话进来 把我们这两档股票 指标股跟所谓的波段股 把它拿回家 把它拿回家 那五月份 我们推出来这三档股票 我希望在六月份的时候 老师把这两个黄铁纸打开的同时啊 股价都能够创新高 股价都能够创新高 好 那小型股的一个操作注意哦 这档股票叫逊德 我相信我是从低档区开始跟你讲的 那为什么会在低档区跟你讲 因为我们的买进的讯号出现在低档区 我们希望每一档股票都能够从低档区 开始做出个买进的动作 这个买进的动作源自于 我们对于这档股票的基本面的一个判别 源自于我们看到的技术面 在低档区出现所谓的翻扬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啊 这个买点一旦产生之后啊 你要记得 绝对要站在买方 绝对要站在买方 这个好的买点让你买到之后 后面大涨的行情 你就能够享受 一个赚钱的一个乐趣啊 创波段新高 但是你后面要留意到 旺季效益再加上所谓的营收 还有所谓的题材 会持续的会去推升股价 好 那技术面找买点 基本面要不要看一下 我相信我在节目里面讲过了 基本面的一个消息啊 一定要注意 这个叫基本的功夫啦 你股票要看 要看基本面 基本面你看不懂啊 我觉得啊 你没办法赚到钱 营收 包含为了一个展望 第一季的季报 我相信我们在节目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啦 你今天你又看到一个消息啊 这个叫落后指标 这股价都已经创新高了 上涨接近多少 40%了 他今天才跟你讲 今年的获利怎么样 即将会跳跃增长啦 那会忘到第三季啊 我认为这个叫马后炮 我认为这个叫马后炮 能不能够在低档区的时候跟你讲 这则消息出来 如果说这则消息出来 是在低档区的同时啊 我认为啊很多人会去买嘛 那你现在出现在高档区啊 我认为啊这个地方啊 你反而要谨慎啊 要找到一个拉回的买点 这个就是我们的看法 我们的看法不会改变 好 那第二档股票 来看到小股本的 来2.2亿的 它叫金城科 老师啊 为什么最近小股本的股票都会涨 为什么 这叫贵买指数啦 贵买指数双底成型之后啊 创高嘛 你当然是要去买 目前为止小股本的股票嘛 好 那这两个部分你要特别留意到 潜伏底的股票你可能只有在看 你不见得会去买 但是经过补量上工 进入到所谓的整理啊 洗盘 这两个动作的时候 你会去做出个留意啦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洗盘的一个动作 这个洗盘的动作源自于怎么样 源自于啊 这个大盘啊 这个股票啊 要开始做出一个起标了 起标的同时 一定会面临到所谓的整理跟洗盘 这个投资人你要去认同啊 你要去认同啊 如何判别 这个叫做整理洗盘 判别最好的方式啊 用所谓的关键性的K棒 好 有没有出现长红K棒 有没有出现往上的一个跳空缺口 形态上面 有没有做到一个技术分析上面的一个突破 好 那关键性的买点 就在5月2号 5月2号你敢出手的 你甚至5月3号你去做出个追价的 我认为这两天 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5月2号 包含5月3号 我相信在早盘 一开盘的时候都买得到 好 那进入到5月4号也好 进入到5月5号以后 这个股价基本上面它已经创高了 好 那创高的股票啊 你从低档区开始跟它起算啊 从潜伏底开始算啊 算到这一波上涨 四根涨停板 短线上面的涨幅非常大 好 所以说这个地方可能会面临到水分卖压嘛 好 那股价不可能说只有往上走啊 它也会拉回修正啊 拉回修正的时候 你一样要做对动作 好 这个有没有做对动作 我们日后来做出一个证明啊 我们日后啊 来做出一个证明啊 这些股票都是小型股的一个操作 小型股的操作 我们着重在第一发动点 在第一发动点 我们叫进场布局啊 疫苗是对于大盘的看法没有改变 大盘目前为止的话 它是一样是在所谓的万点 会进行所谓的震荡整理 这个时候的话 选股不选市 选股不选市 你只要掌握到目前为止 在低基期的股票 好 顺着趋势去操作 低基期的股票来包含什么 贵买指数 来贵买指数 我认为目前为止基期啊 还是非常低啊 好 这个叫震荡整理嘛 整理结束之后 创高拉回啊 好 这个地方还有机会 还有补量哦 做到一个上攻 因为你看到这个地方的上涨啊 它的量的部分啊 低档区是没有爆量 这个地方已经有拉回修正了 拉回修正结束之后 目前为止啊 还是有机会啊 来 持平类股近期在发动 好 那太阳人呢 LED呢 一样嘛 都在低档区啊 所以说这个都是各位啊 好 在下个礼拜 好 在下礼拜要布局非常好的一个时机点 跟所谓的机会 那我们开盘八法 特别告诉全国的投资朋友们 目前为止你要布局的 就是在低档区 分作三种整理形态 第一个叫做 B型反转的一个整理形态 第二个叫做 所谓的圆形底的一个整理形态 另外一个叫W底的 好 一名老师为什么会讲这三种 所谓的低档 整理的一个形态 因为这三种形态里面 目前为止在台股啊 都在发生当中 走B型反转的话 短线上面涨幅最大 好 短线上面涨幅最大 但是波段的行情 好 它会走所谓的T眼 好 那如果说是走所谓的W底的 双底成型的股票 它未来走势里面 会一波接一波 涨幅会更惊人 如果说是走原型 原型底的一个形态的话 我认为后面的一个行情啊 这种股票的话 它就是属于一个波段股 所以说你现在要找的 就是一个整理阶段 整理阶段 在低档区的股票 你要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 我们一样举一档股票 当做例子的 来导播 麻烦请你拉近一点 来 这种简讯让大家看仔细一点 再拉远一点 来 金星科的部分 我们第一次的操作 我们第一次的操作 在4月19号 那这档股票我们是用定价 在低档区146块钱 146块钱 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嘛 这个叫做简讯啊 这个叫瞬间的买点 我相信了这档股票 证明了一件事情 一鸣老师是诚信的 我在节目里面跟你讲的 跟我做的 完全是一致的 有买就是有买 我们一定会拿简讯 简讯的内容 来跟各位来做出验证 我相信买了之后 你并没有后悔啦 为什么 有没有买 有买 好 你都看到了 有没有卖 又有卖 好 第一次买进卖出的证据 后面简讯内容 不会再公告了 这是我们对会员的承诺 你后面要注意到 金金科这档股票 后面要注意到 64位元处理器V5的一个商机 包含未来营收的一个状况 当然现在的季报也好 它营收出来是非常的理想 但是在业绩 下一次业绩公布之前 如果股价先行发动 那你要留意啦 有时候股价先行发动 它后面的所谓利多消息才会出来 金金科的部分的话 分作这四个部分五个部分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今天需要这份资料的 你一样可以打电话进来拿 那端午节 我们要庆祝一下 这个端午节 我认为一年就一次 一鸣老师一定会释出我的诚意 一定会释出我的诚意 一鸣老师的诚意 在今天会完全的交给各位 那一年就一次了 老师非常注重这个所谓的年节 那端午节四天的一个廉价 你在荧光幕前看到一鸣老师 一鸣老师非常高兴 你有准时收看 甚至你是长期支持一鸣老师的 那今天端午节嘛 端午佳节 老师不会让你失望 来 请注意了 注意了 看到这边 我们这边有两本讲义 两本讲义 我这样子放 比他不会反光了 我们这有两本讲义 两本讲义 一本讲义的话 应该都厚达超过150页 两本讲义加起来的话 就是300页以上了 还有补充教材 那两份DVD 这两份DVD你要注意 开盘八法里面有两片 神奇阴阳K线里面有三片 也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 两本讲义加上两份DVD 总共就是说 一鸣老师 今天端午节 开放唯一的一天 开放唯一的一天 只有前面十个名额 只有前面十个名额 你有兴趣的 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 你有兴趣的 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 机会就只有一次 就只有现前面十个名额 那如果说你要索取这份资料的 来 这份资料 五月份的最后的嘛 我们就开放最后的一个机会 这边还有两档指标股 欢迎各位来电索取 三礼拜的联雅 我相信没有让大家失望 其他这两档股票也不会让大家失望 在下个礼拜即将要发动的股票 我希望大家能够提早布局 好 那需要资料的 需要我们DVD 录影带的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第一站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便打头顾端午节 火热推出包纵专案 我们强调的绩效和竞争力 在这一波万点行情得到印证 我们很少打折 但是宙治节 我们不敏俗地推出折扣优惠 请来点咨询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便打头顾 颜飞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私密完整 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空谋 积极范子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栏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盖世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义友 对您的股质股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便打头顾 端午节 火热推出欧总专案 我们强调的绩效和竞争力 在这一波万点行情得到印证 我们很少打折 但是咒指节 我们不免俗地推出折扣丢会 请来点咨询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每一天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中文字幕提供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端午佳节 连续四天的一个假期 好好陪陪家人 有空的话到郊外走一走 因为下礼拜的话可能从礼拜三开始 这台股的行情会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所以说利用这四天的一个连续假期 好好陪陪家人 休息一下 那一鸣老师对于台股的一个看法非常乐观 我认为目前为止 你虽然看到加渐指数来到一万点 但是后面还有行情 因为形态上面还没有走完 你也可以看到所谓的周线 包含月线的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行情根本还没有走完 你根本不用怕 你后面只要纪律操作 把应该买的股票把它买到满档 但是疫苗是要提醒你啊 你买股票现在不是去买在高档区 目前为止啊 涨多的股票 比如说你看到鸿海好了 来 涨那么多了你会去买吗 233D的台积电 涨那么多了你会去买吗 也许你会去买啦 但是上面的涨幅真的有限啊 2049上瘾你会去买吗 你也不会去买嘛 最多只是过前高 要再往上走嘛 来 2474的可乘 你会去买吗 你不会啦 那你现在会去买什么样股票 这档股票是不是你的机会 你考虑一下哦 老师联发科好久没有涨了呢 对啊 联发科好久没有涨了 很多的股票就是现在 现在从低档区开始起涨 来举个例子联发科 来 3691的硕和 有没有涨 没有涨哦 这种股票会不会涨 你要去判断 308的联雅老师涨很多了 这种股票会吗 也不会啊也在低档区啦 所以操作的方法 这个你要搞清楚啊 涨多的股票不用追啦 但是这一波行情里面 因为你有没有作对股票啊 这个非常重要 好 你有没有掌握到 好 这个赚钱的一个契机嘛 来 这个叫做什么 低档布局的金居啊 涨七成 啊 你认为涨七成很多吗 后面涨了 啊 百分之一百三十啊 3346的立心跟你讲的时候 你说老师涨了六成太多了 我买不下去 结果涨了一倍又一倍 啊 赵子的农程 这张股票应该没有人赔钱啊 因为它涨的速度真的非常快啊 从老师开始讲 啊 它就一路大涨啦 你去买这支的喔 你应该 应该不会输钱啊 应该每一个人都赚钱啊 但是整理形态到这边啊 我跟你讲喔 你认为它还会在涨吗 你要注意喔 抽马面 很多的股票现在涨多了喔 都拉回修正 但是还是有一些股票后面 还是会涨 环球晶你说不会涨嘛 有人打电话进来说老师 环球晶不会涨 我会有没有证明给你看啊 环球晶不仅它会涨 它涨了一倍再一倍 一倍再一倍啊 涨了400% 啊 还是呢 还是呢 有很多股票啦 小心股的部分 再举一档股票 来台新好了 有人看到这档股票喔 老师啊 这档股票会涨吗 你先看基本面嘛 基本面好不好 头信有没有买 有 那你看到了 你敢不敢买 老师不知道啦 但是我还是跟你讲拉回找买点 拉回找买点 拉回找买点 有恭喜你啦 这简讯都有恭喜你啦 公开操作的 我也跟你公开验证啦 拉回要不要找买点 你自己看一下 其实有很多的股票 目前为止它是属一个低阶的 它不是属一个高阶的 高阶的股票你现在去追啊 你叫我去买我也不会去买 我现在要买买喔 我一定是买那个低阶的 当时候的康普啊 很多人啊 跟着一秒时的脚步去买 很多啦 那涨了三成他就认为不会涨了 那很奇怪 这个叫营收成长啊 Tesla目前为止啊 应该会在七月份啊 这个电动车开始量产 这个新的产线啊 包含产能啊 引起外资的注意啊 外资目前为止啊 在震荡整理的时候 它做什么样的动作啊 你要去看一下 啊 现在跟你说可乘 会大气 会大气啦 啊 有气吗 有没有 有啦 有啦喔 可能这张股票有 有个小故事啦 有人重压 重压以后一日致富啊 有人打死就不买 结果看到了喔 有人是赚大钱 有人是怎么样 用旁边用看的 每天看每天看每天看 2049上银也是一样 有人有买啦 我知道啦喔 买了很快时间 在这边就卖掉了 因为 这边震荡整理啦 他认为震荡整理的股票 后面就不会再上去 后面有 有没有证明啊 上银长到这边喔 你不要认为它长完喔 我先讲喔 最标的是不是 还是这档股票嘛 GIS 就是大涨 好 那我们近期操作的股票 我相信啊 投资朋友 你应该 在荧光幕前 好 从我们测标里面看到 3081的联雅 好 那3081的联雅 我要跟各位讲 你现在判断一下 应该在低档区啦 好 不是在高档区啦 老师有没有出手 你看节目看那么久了 老师有带你买吗 还是说老师 涨上来以后才跟你讲了 3081的联雅 你要注意喔 老师说它是爆发股喔 爆发性非常强喔 它还有中国大陆的商机喔 如果说你短线来看喔 来 从225块钱 一路大涨到目前为止的新高 304.5 短线上面价差70块钱 但是老师要跟你讲喔 不是说我们赚70块钱 绝对不是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赚五成 都可以赚一倍 但是你不要等股价上去以后 你才去追喔 我先讲喔 很多人啦 低档区他不买啊 低档区他不买啊 他非要等股价啊 創新高涨上去了 他才去追啊 308的联雅你要注意一下 目前为止业绩啊 还没有表现出来啊 这个营收还没有表现出来啊 六月份對不對 要现金鼓励嘛 现金鼓励八块钱 现金鼓励八块钱的股票 目前为止本益比你算一下 你算一下 今年下半年啊 成长性还是非常大 我给你的股票啦 五月份的 高价股的 请你布局的股票 我认为党党都是强棒 现在只有跟你公开嘛 308的联雅 联雅有没有做 讲证据好不好 来 公金鼓啦 这个形状叫导状反转 这个形状叫导状反转 导状反转的反转讯号是最强烈的 目前为止从低档区能225块钱 涨到现在的高点啊 304块 只有70块钱的价差 这70块钱的价差你算一下 你买10张你赚多少 你目前为止你放口袋 你可以赚多少钱 但是这张股票你要去考虑一下 涨完了没有 我这边必须要跟各位讲仔细 毛利率47% 盈利率32% 配息的话 现金鼓励八块钱 它在6月3号即将要除息 除全息最重要 考验这张股票 未来有没有机会大涨 我相信这张股票 你看节目看得够久了 你应该都很清楚啊 老师在低档区绝对有提醒你 绝对有提醒你 甚至我还跟你讲 5月23号我还发一通简讯啊 好 营运足迹成长 出货旺季 包含中国大陆啊 光纤网路 目前为止啊 自驾车的一个题材 我相信我都在节目里面 一一的来帮各位来做出个陈述啦 希望大家怎么样 能够注意到这张股票 那端午佳节我说过了 不会让大家失望 一年就一次的端午佳节啦 我不会让各位失望啦 那各位 那你们说你们打电话进来 那老是拿不到 那我今天就开放十个名额啦 这连续假期里面 我一天就是只能开放十个名额 因为公司规定的 公司规定的 我们就按照公司的政策 我们来做出一个所谓的取舍啦 我先讲老是很大方啦 两本讲义 两份的DVD 你有需要的 你今天就打电话进来 我们就只有限十个名额 就是只有限十个名额 那这次的话非常重要的 这边还有两档股票 五月份的高价股的部分的话 这边还有两档股票 直接打电话进来 直接打电话进来 做出个索取啦 因为在下个礼拜 可能即将要喷出啦 那讲义 DVD 录影带 三合一 只有三个名额 这三个名额 一名老师亲自的回拨电话给你 亲自的带你去买股票 好 三合一只要168 重要的资料 这边还有两档股票 高价股的 帮助各位反败为胜 有需要的话 来电索取 168 三个名额 好好的把握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平铺 并自负 毫无知风险 运达头顾端午节 火热推出包纵专案 我们强调的绩效和竞争力 在这一波万点行情得到应证 我们很少打折 但是宙子节 我们不免俗地推出折扣优惠 请来电咨询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 严分医师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密完整 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风投 积极办法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熟悉大量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开始累积绩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义友 并能拥护制补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电达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 因为我们是知道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好 好